向安倍晋三今天发表电视演说 再次呼吁举行不附加任何前提条件的中日首脑会谈 他还就中国划定东海防空识别区表示 期待中日防卫领域启动联络机制 以防止进一步的冲突发生 接下来我们就立刻透过电话连线 连线人在东京的记者小玉 请他为我们介绍有关的消息 小玉您好 玉华您好 对可不可以先请你介绍今天这个安倍晋三的这个 记者会电视演讲他的内容 还有最新的发展 是的 安倍星期一的电视演说呢 是在前一天结束的临时国会以后 为了向国民说明政府方针而举行的 在演说当 在演说后的这个记者问中 有记者针对日中日韩关系 问安倍如何打开局面 安倍表示呢 日本愿意随时进行日中日韩首脑会谈 那么他在描述会谈时呢 使用了不附加前提条件和开诚布公这样的词汇 曾经有日本媒体披露呢 中方提出举行首脑会谈的条件是 日本需要承认日中两国存在领土问题 而这是日本方面绝对不可以接受的 是 另外针对中国划定的东海防空识别区的问题呢 安倍也做了表述 他表示为了防止发生不测事态 希望启动日中防卫部门的联络机制 他还呼吁中国方面呢 对这个问题要做出对应 另外我们知道 这个月的26号是安倍第二次上台一周年之际 日本舆论一直在猜测 他可能要在这一天或者这个前后呢 参拜靖国神社 不过星期一的电视演说中 他回答记者提问呢 只是重复了以往的观点 也就是追悼阵亡者无可非议 不过为了避免成为政治与外交问题 他不会作答参拜与否一华 好的 另一方面小玉 我们发现日本最新的民调显示 安倍内阁的支持率最近出现下滑 那原因是什么呢小玉 是的 安倍上台这一年来呢 他的内阁支持率一直保持了高位 不过今天 星期一 日本放送协会NHK公布的 一项最新民调查结果则显示呢 安倍内阁的支持率 在最近一个月里下跌了十个百分点 为百分之五十 而不支持率呢 则上升了十个百分点 为百分之三十五 一般认为啊 最大的原因是这次国会 也就是在这个周末 强行通过的特定秘密法 迷意调查显示呢 近七成的受访者不评价这个法律 还有七成以上的受访者担心呢 这个法律会对国民的知情权构成威胁 有不少民众啊 到国会门前去抗议 他们反对这项法律 有的民众说呢 他们不希望回到战前的日本社会 还有的说 这个法律就是要让国民全体实声 任由当权者的摆布 叶环 好的 谢谢小玉 有关这方面的最新消息和发展 请您随时登入美国之音中文网 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 我们回来之后还有更多的消息